還有什麼要不要預設值不用 然後其他編碼用它資料庫的編碼 其他的話屬性空值是否允許空值 索引 index 索引的話 你可以用 在id 我看你用把它改成primary好了 這是主要的key好了 OK 好 那其他的話應該都不要動了 按儲存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怎麼樣 它幫你建立那個資料表 那這邊什麼 correct name example 這個名稱 這邊 特別注意 這個名稱後面不能有空白 不能給它一些 我剛剛是可能貼上關係 好 這樣應該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我建立了 自動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資料表出來 有了對不對 再來的話做什麼 就把剛剛的那個csv丟上去 那怎麼丟上去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個賄賂嘛 有沒有這個好像上個禮拜有練習過嘛 我們有練習賄賂 又有練習賄出 如果我今天要把乘域丟上去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把乘域丟上去的話 建立好之後的話 有沒有 就剛剛那個東西 就剛剛那個東西 UTF8的 我先轉成ECL 它就自動賄賂成功 可不可以 可以 等一下就可以完成 怎麼做 其實可以拿上禮拜的東西來改一改就好了 介面 下拉清單 本來有三種 你也一樣改三種 成語 解釋 例句 傳遞過去一樣 讓它接到 再去組那個SQL預防 再得到結果 那看看要把顯示幾筆記錄 OK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這個 在Library底下新增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的話有四個欄位 OK 大概就是ID Name Explain Example 這個是用INT 這個的話Varcha 這個給它多一點 這個的話用Primary OK 好 這樣子完成 畫面先換給各位 如何在MySQL裡面 建立一個資料表 裡面有四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我是用ID 所以請各位 自己再到成語的第一欄 自己加上ID 編號 自己加上ID 自己加上ID